两岸交流 人才先行 广阔的产业空间和一流的营商环境 使得厦门形成了吸引聚集台湾人才的超强磁场 相比大陆同类城市 厦门对台湾人才扶持力度保持领先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才把厦门当作登陆第一站 在大陆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 今天的系列报道第一站 我们带您看看厦门如何引致登陆 今天是我们这个海峡青年观点论坛 第三十七期的活动 我们今天算是一个专场的演讲 眼前正在直播的是台湾青年罗鼎君 从1998年首次随家人登陆游玩 到2014年入学清华大学读博士 二十多年来 罗鼎君在大陆走遍了大江南北 并与沈阳女孩结缘 从台北男孩变身东北女婿 不过去年他却选择了厦门 作为他登陆创业的第一站 厦门是六个区 他每个区都有会台的一些政策 特别是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的各种的支持 吸引罗鼎君的是 厦门海纳百川的人才政策 像罗鼎君这样的台湾青年创业人才 在厦门可获得 5至15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还能向所在区 申请最长三年的场所支持 或租金补贴 入住创业基地的台青租房 还可给予每月最高2000元的租房补贴 这对于刚登陆的台青来说 暖心又实在 所以方方面面 他各行各业都是想得到非常周到 所以我觉得来到厦门 不管是高端人才 或中阶的分子 各个阶层的台湾同胞 来厦门都是可以省去很多成本 罗鼎君目前正服务于 厦门启达海峡双创基地所属的智库单位 从去年5月份成立到现在 该智库已经聚集了近400位两岸硕士博士 帮助入住基地的企业做产业规划 这也是这个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 就业创业基地以致引致的秘诀 从上游的规划 到我们中间的去接案 到下游的执行 让台湾青年跟这整体去串联在一起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促成了 比如说我们的理事长 是海归的博士类信息 那其实我们也在促成 两岸的高知分子怎么样去融合 然后在一个事业平台上面去做发展 从政策宣传到资源对接 从建立新媒体矩阵到立体宣传 创立启达海峡双创基地六年来 台青范江峰实现了追梦人到百度人的变身 他的团队服务近两万名台湾青年 帮助约五百名台湾青年 在大陆成功创业 协助台湾青年申请超过一千万元的创业补贴 越来越多的台青在他们的号召下 西进厦门开启新生活 有辅助了很多的台青的快速的就业落地 一条红的服务 比起其他城市来说 对台青的方面的不只是扶持 还有补助什么各方面来说 都是非常的深职人性 为了权威度加速人才登陆 厦门在全国最早推出 集成式的产业人才政策矩阵 分层分类实施五大人才工程 早在2013年 厦门就已在海纳百川人才计划中 专设台湾特品专家专才子计划 目前已累计评选台湾特品专家专才540名 台湾人才的蓄水池效应正在征写 他就直接实实在在地给真金白银 补助了差不多700万人民币 那同时我们在厂房的租赁上面 有5年500平米免费的空间 是可以让我们使用的 同时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些高薪企业的认定 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优惠的 这个税收优惠的政策 然后他就说他现在需要有 实验室内关阵群正和合作伙伴曾子彦 共同探讨核酸纯化技术 曾子彦师从诺贝尔医学生理奖得主 生计生化之父科恩伯格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出站后 2010年就来到厦门大学任职 希望能将转化医学的概念带回祖国 我当时从美国到上海 再从上海来到厦门去大家都很疑惑 那最主要是因为厦门大学 有一个全中国第一个的转化医学中心 十多年来曾子彦先后与福建肿瘤医院 厦门第一医院等合作 并联合台北病理中心 台大医学院基因蛋白组中心 研究癌症的早期治疗和干预 为两岸癌症研究交流合作搭建桥梁 目前他正推动两岸细胞诊疗与质量控制标准体系的建立 希望未来能联合台湾长庚医院和大陆高校 为细胞诊疗和预防康复医学的落地实践起到推动作用 我们引人 引技术 引公司 引医院 那从摸的石头过河开始 到现在大家基本上产学研的合作 事实上是应该也都做出一个成绩来了 依托自贸区先行先市优势 厦门还通过多种创新举措 加快两岸人才融合发展 设立第一个涉台离岸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率先赋予持台湾技术市政台胞同等待遇等 十多年来 为台湾人才量身打造的台湾专业人才厦门对接会 也已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过一万个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如今 越来越多台湾人才 跨海排下追梦 住梦 圆梦 实现了从成就小我到实现大我的蜕变 不断缔造新的冲击 新的精彩